今天那个哎 老板娘 老板 老板娘 这个饭是随便食吗 对啊 这个饭随便食 然后这个今天是的是火焖鸡 不是 你看过这个视频了吗 他跳下去的视频 这么多肉 这是大饭的 这个大饭的话是28块钱 今天是结果请客 这个28块钱的话 饭 这个米饭 随便吃 这个是第二碗饭的 这个是第三碗饭的 但是这个菜还有这么多 这个菜一多十点的行 我们家 杰哥 这早饭花多少钱 这便宜50亿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嘛 是不是拼我 真的50亿很便宜 真的50亿啊 对啊 这个是便宜啊 我是三大碗最便宜的 他们不是那个饭也另外算钱吗 没有算 对啊 对啊 算饭随便 我说我是三大碗都没算钱 是吧 对这个这个三大碗你吃的老板肯定要 赔本了 肯定要赔本了 不可能 他还是会赚的 所以说有时候他们乱说费 就是饭也收钱 那是不合理的 对我之前是过一次饭 一碗饭三块钱 一碗饭三块钱 那没意思 那就只能说 比如说你三块钱 还是那个菜的分量非常少 就是六块肉 六块肉啊 一般是这样的 说三块钱应该仅仅仅吃饱 人家记得要饭钱都没说完 一分钱都没说完 好就是了菜钱啊 我在路上31811109 上面他们人为的保护价值高了 不是不是说那个109上面米饭也是一碗 但是不是说你加饭的表情 加饭不也是一个人啊 你吃饱 一样的318也是这样子 我不骗你109他就是啊 5块钱一个人米饭 菜是另外算米饭5块钱一个人 但是你吃10碗他还是5块 对啊 318也是这样 但是我碰到一次有次那个老板啊 一碗发3块钱 我说的3万159块钱 真的假的 真的 这我老板不上路干嘛 真的不上路子 哈哈哈哈 他们说什么 西藏物小高 你要觉得那么便宜 是吧 根本就跟物价没什么关系 所以物价都是人物提高的 他们觉得这里的物质很紧缺吗 这是说运势麻烦 这个老板 这个老板就听我讲 他的话就不上路子 为什么呢 他觉得你吃多了 对吧 他觉得你吃多了 他觉得不划算 你听我那要我 我吃的扫不扫 我有可能是那么一回事 有可能对不对 你说我吃的扫不扫 那那比如说 那你有吃的多的 有吃的少的 对不对 因为我家饭的时候我看那个老板 那个脸色啊 不是很好看 就是肯定有人吃的多 有人吃的少 像我最多一碗 你看到我吃了 对不对 那老板看到我这样的 那他就开心了 是不是 对对对 他5块钱一个人他就开心 比如说5块 那也有你这样吃的多的 对不对 对呀 平均起来 老板应该这样想 他不能说看一个人吃的多 我就要多吃点钱 你说我讲对不对 其实他们那个什么成本也不是非常非常高 成本不是非常高 只不过是 物价人为的不及格了 是不是 有没有个 相对高一点 实话是说 那些那个路不太好走 那些卡车也很辛苦的 昨天讲 我们实话是讲 相对高一点 那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他毕竟人员少 我吃过那个藏族人开的饭店 10多块钱 但是如果是尝一下的话 绝对是20多30多 Performful dishes 确定是什么 任何可以用 Chat